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我们说一下HDFS的详细部分 那首先呢,它是一个主层结构 刚才也说了 主节点呢,只有一个就是NameNode 那从节点呢 可有多个,那我们通称为Data Nodes 那NameNode的指责呢 就是介绍用户请求 还有维护这个文件系统的目录 也就是那个竖状结构 还有保存这个原信息 还有管理文件与block这段关系 就是那个映射关系 还有DataNode呢,主要是从此文件 嗯,将这个文件分成块 然后重在字盘上 从DataNode来讲的话 它是整个文件系统的管理者 这里我们通常的 比喻为一个技术经理 它下面有很多的这个程序员 那程序员就是一个DataNode 它维护着整个文件系统中的目录数 文件和目录的原信息和每个文件对应的数据块列表 那这地方呢就主要是说这个它的映射关系 以及原信息 它接收用户的这个请求 主要包括文件信息 每一个文件对应的文件块 还有每一个文件 块在这个DataNode中的信息 比如说它在哪个DataNode上 对吧 对于NameNode呢 它是一个Must 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 NameNode是一个Must 它管理HTFS上的名称空间 那也有些时候也叫命名空间 那还有就是原信息 那就是管理数据块的映射信息 还可以配置这个副本策略 那后续也会讲到 那还有处理客户端的读写请求 它主要任务就这些 那第二个呢是SecondNameNode SecondNameNode呢 它主要就是实现一个HAA的解决方案 那这里说就是高可用性 它可以在NameNode挂掉的时候 进行一个自动切换 那这个地方呢 主从自动切换是需要配置 在Mbuy的配置中讲解过 确实实现了主从的自动切换 就是实现了这种高可用性 那它还负责这个FSMage的一个管理 就是原信息的一个镜像 它定期呢就将这个一些原信息 相当于暂时存在它上面 之后呢一段时间 它会同步给这个NameNode 相当于一个缓从的感觉 那它也同时操作这个日志文件 比如说这个我们做的一些操作 它都会吸收下来 然后它不会直接告诉这个NameNode 相当于一个分担了一些NameNode的一些工作 它会保存最近一次一个检查点 checkpoint一上说的这些文件呢 它都说的是另一户随着的文件系统 执行过程呢是从NameNode上下载运信息 那比如说这个FSMage 还有Editors 然后把二者合并 然后生成新的这个FSMage 保存在本地 隔一段时间以后呢 再将这个新的Imagic信息 还有Editors 推到这个NameNode上 相当于它它给NameNode 进行了一个压力的一个减轻 同时完成了NameNode的一些工作 这个时候呢 也就相当于重置了这个NameNode上的 Editors和Imagic 因为这些信息啊 它默认是在NameNode上 所以这样这样做的话就不太安全 为了这个保证数据安全性 文件就会有多个副本 多个副本是如何实现的呢 那就是通过DataNode DataNode可以设置多副本 完成文件的这种可靠性 它这是从处真正的数据文件 那么NameNode呢 是从处文件的一些人信息 它并没有从处真正的文件 那么DataNode呢 主要从处文件块 然后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文件从处单位 对于一个文件而言 一个文件长度大小是 比如说size 那么从文件的偏移量0开始 按照固定的大小 顺序对文件进行分割 那可以发指划分一些编号 比如说是文件1文件2等等 划分好的每一个块 同成为一个block块 那我之前说这block块就是一个大块 对吧 hdfs默认的block块是64兆 那这个地方呢 相对于是1.0版本 2.0版本呢 是以128兆 它有点变化 它这个都无关紧要 这个块大小 我们是可以手动进行修改的 比如说以一个256兆的这个文件来说 那它就可以被划分为这个4个block块 那就256除以64 这个64呢就是你的block块的大小 如果你的是128 那就可以划分为两个block块 好 不同于普通的文件系统 hdfs呢 如果一个文件小于了一个数据块大小 但是它并不会占用整个数据同储空间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一个文件啊 比如说它是block块 默认64兆 你即使你是一个1兆的文件 它也不会去占用64兆这个这样大小 它还是以1兆的这种实际同储容量 这个不要有一些误解 好 它再说到它的副本 它的副本数量呢 是可以设的 默认的是3个 大家可以修改一下 在有些特殊的场景下 我们可以把副本设的小一点 比较两个对吧 让它性能更为友好 那一般情况 我们不会去修它的副本数量 就是以它的默认为3个 再说一下client 就那客户端 那它主要是与name node进行一个交互 就是比如说文件的切翻 还有获得文件的一些信息 与datanode也进行一个交互 那就是读取数据 对吧 写入数据 管理这个hdfs 访问hdfs 那看一下文件的写入 首先呢 客户端呢 向name node发送一个写入的请求 说我要写文件了 然后name node根据文件大小 和文件块的配置情况 返回给client 说好 那你写到这一个datanode上吧 然后client就将文件 划分为多个block块 根据这个name node的这个信息 顺序的写到每一个datanode中 大概的流程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是client 然后要发出一个请求 说我要去写文件了 那这地方呢 就是打开了一个文件的一个类 分布中间系统这个类 对吧 然后去说我要创建文件 然后name node呢 就会返回它说 那你就去创建吧 它就会返回一个 与之对应的一个datanode 以及信息 那么它就会去写入数据 写给这个fsdate 对吧 这些也是一个类 然后写到这datanode中 写进去以后呢 他们datanode之间呢 它又会互相的进行一个副本的一个备份 比如说它写到这里面 然后它会传给旁边这一个机器 也写一份 然后旁边这机器也写一份 这样确保了这个多副本 就是防止数据丢失 那文件的读取也是一样的 首先呢 client发出name node的请求说我要读数据了 name node呢 返回文件从出的datanode的信息 比如说文件在这台datanode上 你去读取 client呢 读取这个文件的一些信息 原信息 然后去找到这个datanode上的信息 要读取 那hdfs的部署是在专门的机器上运行 neme node的 就是单独的一台机器 这是生产环境装 并不会像我们的尾峰布式一样 上面既运行了datanode 又运行了neme node 这样的话 对neme node对机器本身是要求很高的 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不要在neme node上 部署一些其他节点 比如说部署datanode 机器人中其他机器运行datanode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分离 对吧 也当然也可以在neme node上去 分配datanode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为了减轻neme node的压力 我们尽量的不要在neme node上面去 部署datanode 或者一台机器上运行多个datanode 这样也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在处理多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都会将每个请求分配到neme node 所以我们并不去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 性能反而很低 因为CPU和内存共享的不是很高效 尽量的我们将一个任务的内存和CPU 都分配给他 这样的计算性能非常高 那我们尽量的就将一个节点设置为一个服务 比如说这地方neme node就在一台机器上 然后datanode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器群只有一个neme node 这种设计大大的简化了系统架构 那这是一个hdf的一个架构 就前面也是说到了 这地方是一个独的一个请求 首先客户端发出一个指令 发给neme node说我要读信息 读什么呢 读一个文件 那neme node他就会查一些原信息 他就会这里面像一个字典 对吧 他就会找到这个文件在哪一个datanode上 那么客户端获取到datanode上 然后就去找这个datanode的数据 比如说他在这个上面 那么datanode他就将数据返回 那这地方客户端就会读到这个数据 当然设计neme node他也是一个辅助 这个neme node 从原信息 那hdfs呢 这个读流程 刚才的这个看上去有些乱 那看一下下一个图 首先在hdfs的客户端 想打开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文件 通过着主节点neme node获取他的原信息 就是说数据块的位置 之后呢 返回他就知道了他的位置 通过这个类 ffsdate 对吧 input stream 一个输入流 读取一个节点 比如说他这个数据在这个节点上 和这个节点上 对吧 他同时 因为有些数据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要多个节点同时去读 将这个和这个节点上数据同时读取 然后返回给客户端 neme node呢 就会返回deadload的信息 那就在这地方返回的数据的同属位置 客户端就会知道他的哪个位置上 那么他也就会读取信息 那写也是一样 刚才那个也不是很清晰 这个图也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说先是客户端发起一个 比如创建文件的一个请求 给文件系统 说我要写文件了 现在这个原信息 neme node上面创建原信息 比如说是文件系统中创建文件的名次 对吧 时间 存储在哪个节点上 之后呢 就去写写文件 首先呢 就是写 比如说写到这个这个节点上 他们之间呢 进行一个复制 比如说复本对吧 将这个文件先复制到他上 然后他再通过另一个机器 再复制到他上 写完以后呢 进行一个回传 就是说是我写成功了 报给客户端 对吧 那整个这个地方呢 注意4写进去以后 他并不需要等待这个复本传输到其他节点以后返回 他写进去以后他就可以直接返回 我想了 剩下复制呢 相当于一个异步的 所以这就是哈德国设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 就说是复本 复本之间的复制啊 它是异步的 就这个复制给他 他再复制给他 这个是在他确认以后 同时进行的 我们下期再见